而黑道竹联邦名人会高调举办春酒 引起了进阵鼠震怒权力的大嫂黑 今天新北市地方角头黑松大阵仗的替母亲举办告别式 就怕黑帮分子有聚众姿势 警方不但大阵仗的出动 派出了210名的警力戒备 现场还有警犬空拍机支援 而且在周边更设置了零检点 就是要压制黑帮企业 果然在现场带到了两个人违反社委法 告别式排场真的不小 黑帮角头绰号黑松的郭柏松 替母亲举办告别式 现场聚集上千名道上兄弟来致意 经过劝导 虽然来参与的人数明显减少了 但就怕擦枪走火警方可是不敢大意 毕竟上次竹联邦名人会在五星酒店高调举办春酒 让他们灰头土脸 这次分局长坐镇大规模动员210名警力投入 还有警犬支援 并全程使用空拍机监控 在会场周边设置三个零检点 进行闭锁式的压制 拼离小组鹤枪实弹戒备 果然在现场查获两人 携带刀械违反社委法 还有未成年 与商家约制协调 务必贯彻 不动员 不串联 不以帮派名义来参加 任何违法知事行为 从严就办 小头黑松有多项前科 前年开设的花店还有工程行 遭人持枪攻击 虽然店面已经没有营业 但还是有道上兄弟 进进出出 在地方有一定的势力 这次母丧举办大排场的告别式 警方是全力戒备 要压制住企业 记者马星杰林昭贤 新北市采访报道